相關的這些都可以 像辦公室配件 馬上就出現了 像這個什麼小型植物 你也可以把它直接放大一點點 然後植物 植物馬上就有了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 相關的 家具 家具也可以把它點 有沒有 這地方也可以出現 桌子 椅子等等的 有沒有 多張椅子 桌子 這個地方 這樣馬上就出來了 或者像什麼圓桌 馬上圓桌就出來了 還有像什麼 牆角 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大 然後甚至你可以去調這個 有沒有 端點 這個菱形的端點 可以去調什麼呢 它的什麼 圓角的角度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那假如說 我們先教各位 假如說你今天已經做好了像這樣一個 一個平面圖好了 假設說你這個平面圖 已經完成 如果你今天要把像這樣一個圖檔 放到AutoCAD裡面來用的話 該怎麼辦 其實這邊也很簡單 你只要有剛剛美工圖案的觀念就可以了 按令存心檔 裡面的話 我們找到有一個 檔案類型 這個大家應該蠻熟悉的